大家好,我是永霍军,欢迎来到一个不浪费你时间的频道,欢迎订阅,我们知道,在这次疫情中呢,各国纷纷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直升机撒钱计划,也就是给居民免费发钱。 在3月2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2万亿刺激计划呢,就包括一个撒钱计划,该计划给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 加拿大政府宣布,所有因新冠疫情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都可以获得每月2000加元的紧急救助金,并可以持续领取4个月。 英国政府也将未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到薪酬的人员支付80%的薪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 日本政府最早将于5月向收入大幅减少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 每户可以得到约合人民币1.3万至1.9万元,还将发放折扣券和商品券。 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给650万需要救助的人士发放一个月750澳元的现金。 这些撒钱行为呢,可以说是献煞旁人。 也许有人要说了,中国也是发放消费券的,没错,中国各地呢,纷纷对居民发放了消费券来刺激消费。 然而数量相比,其他各国呢,则是微乎其微。 以广东省为例,截至4月20日,广东省累计发放了消费券10亿元人民币。 以广东常住人口近亿人来算,平均每人可以分到10元。 就算只有10%的人可以领到消费券,每人也只能分到100元。 虽然消费券也有一定的促进消费作用,但这点数量无论是从刺激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改善民众消费条件的角度看,效果着实是非常有限。 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23.7%,以中国的经济规模100万亿来看。 这种消费券的刺激几乎是属于毛毛细语,虽然消费券会全部涌向消费市场,但是在疫情之下,各国居民也基本上会把现金用作刚需品的消费。 所以在凯恩斯乘数效应上的区别基本上可以忽略,消费券也存在着若干缺陷,消费券会捆绑具体消费类。 例如你对旅游并没有需求,但是因为消费券的性质就必须去某个旅游景点,将消费券和固定商家绑定呢,也会滋生利益输送的现象。 很多居民的其他需求并不能通过消费券支付,如支付水电、房租、手机化费、甚至是购买药品等等。 另外,不少地方的消费券是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渠道随机发放电子券,手机用户必须演名手快先到先得,如果抢不赢别人,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份福利。 好,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现金相比消费券有着诸多方便,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学习其他国家给居民撒钱呢? 而且消费券呢,也仅仅只是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发一点消费券聊胜于无,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还得先从宏观经济说起。 这里呢有货君要提前说一下,咱们老规矩,对于经济类话题呢,我们先分析经济,再从政治和政府的角度分析,政经两者呢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你要掌控全局概况,就必须政经都要涉及,这也是有货君区别于其他频道的关键所在,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宏观经济方面,以201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约为37%,而美国等国家都在60%到70%的范围之间。 而疫情对于消费的冲击是巨大的,有货君呢在分析今年美国经济走势的那期视频中详细解释了原因,这里就不多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居民消费占比一直是严重低于其他国家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有5000美元不到,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产出所得最后并没有流向了居民收入,而是继续投入了生产。 总之呢,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第一是决策层不太重视居民消费的客观原因,而经济组成中的另一大块呢则是投资,投资主要是企业用于增加生产资料的开支,所谓的生产资料指的是厂房、设备等这些物资。 如图中所示,中国的投资占比高于居民消费,而且远高于其他国家,所以当局是比较重视投资的。 比如在4月初,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释放4000亿元,并下调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0.35%。 当局的重心放在企业上的思路是比较明显的,不过这时候有货均补充一点,如果横向对比的话,降息降准很容易做到,而各国除了降准降息外,还有其他对企业的援助,如美国的无息贷款和德国的帮助企业支付薪酬,而这方面中国政府并没有做。 用曹德旺的话说,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的扶持几乎是没有做。 接下来呢是居民储蓄率,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储蓄率超过45%,为世界最高,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果然名不虚传,而其他主要国家的储蓄率都在10%到30%的区间内, 有货均在这里插句话,中国的农村储蓄率呢高于城市储蓄率,而储蓄呢主要是被银行用来借贷,但大部分的借贷又被用在了城市,所以就出现了农村居民省吃俭用给城市建设的现象。 当然了,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我们回到储蓄率,正因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高,中国哪个家庭没有点积蓄呢? 在危机的时候便可以动用储蓄,而美国等国家的居民不喜欢储蓄,他们喜欢花明天的钱干今天的事。 据报道,美国大约六成的人拿不出一千美金应急,他们靠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支票,于是在危机的时候政府只能发钱救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该不消费,把钱存着,中国很多人省吃俭用呢是为了今后应急,如看病和子女教育,储蓄率高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积蓄可用,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因此不救助。 我们再来看看债务情况,虽然中国政府债务公开的数据并不高,只有45%左右,相比日本政府的200%多,美国联邦政府的100%多还是非常之低,即使算上各地的国企债务和城投公司债务,其债务总额也比不过日本和美国,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债务一定要结合利率来看, 目前美国的利率已经接近零,而日本的利率为负,中国的利率则为2%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无法再继续提高债务上限。 此外,中国官方公布的总债务率已经达到了300%以上,但是这仅仅也是官方数据。 根据金融界的报道,2017年朱镕基之子中金总经理朱云来称,中国债务率为600%以上,这就相当惊人了,这也是过去一直讲去杠杆的原因。 另外,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的绝大多数年份都跑着财政赤字,也就是开支大鱼收入,这也是债务率堆积到如此惊人的原因。 否则哪来的高铁,哪来的基建狂魔? 综上所述,债务问题严重限制中国政府大范围撒钱,然而呢,有霍军认为,在民众和中小企业如此艰困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可以开一个特例,完全可以将债务率增加区区5%,也就是拿出5万亿给大家纾困,那情况呢,就会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美滋滋的在家无忧无虑的度过这几个月,尤其是对于条件困难者,然而政府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这个问题呢,在后面有霍军会从政府和政治的思维去分析,请大家不要走开。 此外,官方呢,有种说法,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和国外不同,中国老百姓消费的会更少, 如果给老百姓发钱呢,他们会把钱存起来,所以不如消费券来得快。 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已经在前面说过。 第一个原因是消费券的种种局限性,包括绑定消费,不必要消费,利益输送以及没有普世性。 第二个原因,如果消费券发得多也可以,但是广东省作为一个一亿人口的大省只发了区区人均十元的消费券,这可谓是杯水车薪。 好,讲完了经济层面,我们再从政府和政治的角度来讲讲。 在当前这个社会里,经济是绝对不可能离开政治的,财经类频道因为种种原因呢,只谈经济金融,本身就已经瘸了一条腿。 这就是很多人听再多也是云里雾里的原因,这也是有货军的频道和其他财经类有着根本不同的原因。 这里呢,我们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出发进行揣摩,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国外的纷纷撒钱也有一个月了,高层自然是知道的,从让民众高兴增加统治稳定性的角度说呢,当然也应该发钱才对。 尤其是面对别国的对比。 我们这里着重来讲两点,统治成本和惯性思维。 有货军呢,以前就说过,中国目前的执政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呢,属于极端保守,不肯做任何改革,但经济意识形态偏右。 我这里说的是西方的右,也就是低福利、低劳工权利、相信自由市场和竞争。 而西方的左则是比较支持高福利和劳工权利如工会和工作福利等。 当然这些都是相对来说,从统治成本和安全的角度来说,统治集团需要社会的统治成本越少越好。 换句话说,统治者在任意时刻的包袱越少越好。 什么意思呢? 用经济术语来说,统治集团的包袱就是政府必要的开支和债务,这包括提供给国民的社会福利,很多的统治成本是必须付出的。 如公务员开支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贪腐,但政府很自然的会尽量降低统治成本,而多发不必要的福利则意味着政府的统治成本也就是开支就会上升, 而政府开支超支了就成了债务,就会大大增加统治的成本,而统治成本越高呢,就意味着这个统治集团的根基越脆弱,抗风险性就会越差。 用白话来说也就是四个字,容易垮台,而西方政府不在乎,反正四年后要重新大选,如果该发的福利不发让老百姓不满意了,反而还会输掉大选。 至于债务呢,未来的政府会考虑,我先渡过难关再说,另一方面呢,民众一旦得到了福利,开了先例,哪怕只是临时的福利,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给同样的福利。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今年的养老金是每人两千元,那明年少于两千就会引起不满,所以对于政府来说,福利当然要尽量一点一点的挤出来给民众,不是必要的福利就尽量不发,这就是减少统治成本的体现。 而对于民选政府来说,他们需要拉拢选民,所以该给的福利就一定要给。 东亚的很多国家在人均产值不到一万美金的时候就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比如台湾在1995年就实现了全民健保。 而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最廉价的统治成本是意识形态和宗教,这点呢很好理解,意识形态和宗教给人洗脑,于是老百姓即使得不到应有所得也会拥护政权,比如伊朗,再比如朝鲜。 而中国政府目前呢,比较明显的正趋向于用一种宏观叙事,大国崛起还有领袖个人崇拜的方法,从而就可以让老百姓忘掉应有的福利,从而自发的拥护执政党。 这在中国当前的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比比皆是,这就是降低统治成本的另一种体现。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惯性思维,在中国政府眼里,这里我不是指公务员系统,而指的是中央和省市的党政部门的领导们,俗称核心兆和外围兆,在他们眼里,江山是父被打下的,在他们的思维里,他们从来不是公仆,而是父母官。 由霍军呢,先说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83年严打,19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程,许多人成为了代业青年,加剧了社会治安的恶化。 1983年9月,邓小平表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邓小平由此开启了为期三年的严打,司法审判程序大大缩短甚至取消,仅在严打的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万人,起诉了97万,法院判处86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老改的68万。 这里的很多所谓的流氓罪,仅仅是齐装一服或对待女青年态度轻浮者,很多罪名在现在根本算不上是罪行,如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与刘小庆、唐国强、陈冲等演员齐名的池志强被判刑四年,原因是参与了一些高干子女组织的私人舞会,舞会上放着邓丽君的歌曲。 因为时间关系,有货君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也没时间讲严打之前的三反、五反等类似但更残酷的运动了。 83年严打体现了中国执政党的一种态度,执政党对于百姓的态度一直是大家长对孩子的态度, 这和民主政治中选民授权政党治理国家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 这是千年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思维,是有传统的,至今中国政府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思维, 只是在国际社会的对比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改变,比如百姓也可以在网络发声,可以自由的着装和迁徙。 但是决策者本质上呢,依然是我为你做主,老百姓就是被管的思想,老百姓是不可以染指甚至挑战权力的。 那么我少给你福利,你有什么话可说呢? 平心而论,中国哪个官员没有这样的心态呢? 这也是官员不用担心选票导致的结果。 好了,我们总结今天的话题,我们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研究了撒钱的话题, 讨论了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广泛的给民众纾困的客观和主观原因, 在经济上,那主要是消费占比低,债务率高,以及居民储蓄率高导致, 而在政治上,主要是统治成本和执政党大家长的惯性思维导致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有货君慢聊,希望大家能帮有货君加个关注, 有货君才有动力不断地推出有价值的内容。 谢谢大家。